大家好,我是硅谷别老,迪哥 我们今天聊一下黄源的生活环境的温度多少合适 实际上正常来说的话,20度以上就可以适当的喂食了 但是准确来说的话 活跃温度的话应该是在25到35度这个之间 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在这个温度之间的话 黄源它不管是消化系统还是它的活跃度 都是状态最好的时候 而且长个子长得快的也是这个温度的区间范围之类 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温度就比较高 可能超过了35度 可能有35-36度 我们这个黄源池上面有块布 这个是临时加装的 因为改造的话现在还没来得及 临时给它加装了几块布 这个是用来降温用的 就是主要是让温度的话控制在三控制在三次在35度以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植物植物的话对黄源它可以起到一定的那个降温的作用 还有那边有那边的草下面有一个水区它可以泡水 这边有这边有有的它把自己埋起来在土里面这个不是冬眠哦 这个不是冬眠 你看温度高的话温度高温度过高的话它也会把自己藏进来 这边也有 嗯 因为泥土的温度的话会相对要低很多 嗯 嗯 大家在平时饲养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温度的调控 呃你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给它进行遮阳 呃或者说是种一些植物 或者说是装上呃 夏季的话有的朋友会装会装上那种带定时功能的那种喷零系统 是吧 到了高温呃每天高温的时候它会自动打开进行呃进行喷零进行适当的降温啊呃这些也是饲养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希望大家在平时的饲养过程中要多多注意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